五月报税即开跑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 国税局首度将现场报税 移到户外进行 柜台装上塑胶防护板 灯后区搭起帐篷 拉开安全距离 财政部长苏建荣亲自视察 不论服务人员还是民众 全程佩戴口罩降低风险 只是现场申报人潮 比想象中还要多 平均都得等半小时以上 等候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 那这一点的话 我们会尽量来改善 尽量提供这个民众 比较快速的 这个所谓的报税的 时程的这个完成 想要报税真的不用人挤人 今年四大超商也加入报税行列 民众只要带着自然人凭证 以及健保卡插入机台查询 税额在两万元以下 都能直接到柜台脚背 而超过两万以上 还是能上网点点手指轻松报税 指挥中心也呼吁民众 多善用网路分流 降低群聚风险 因应中央的纾困政策 今年报税时间从五月延长到六月 财政部也提供了分期缴纳 疫情的关系 那么收入减少缴税有困难 那么提供了这个所谓的 这个延期跟分期缴税的这个措施 延期可以延长一年 那分期的话 也可以分36期总共三年的时间 防疫期间 尽管国税局做好万全准备 还是鼓励民众多善用线上报税 不仅快速省时 也不会让报税计成了防疫破口 大爱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这边是个大爱新闻台北综合